我们敬礼传承主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师大包华王康玛巴 敬礼图登大吉上师 我们敬礼谭诚三宝 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 莲花童子 师母 丹正教授徒登西地徒登卡玛 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尊敬礼 心臣感恩 心臣感恩 祝你 修你 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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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令不令 空兰 阿 今天是修莲花童子法 我们平时莲花童子大部分都是 师尊穿白色的袍 大家都跟着穿白色的袍 其实莲花童子有很多的颜色 以后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自由一点 自由 自由一点 很多颜色 哪一种颜色你都可以穿 为什么一定要穿白色 所以我们很小的 习斋 我们固定是白色 争议 我们固定是黄色 降服 我们按照仪轨 是蓝色 敬爱 我们是红色 除了习斋 敬爱 降服 跟这个争议 有固定的颜色以外 其他的活不上 也没有固定的颜色 除非他本身是 主要是做什么的 所以在密教里面 他依照仪轨 他穿什么颜色 其实都是可以 但是他主要的 他是在做习斋的 像观世音菩萨 大部分都是在 熄灭灾难的 旧斋的 所以才穿白色的 年花童子是 什么颜色都可以穿 以后高兴穿什么颜色 就穿什么颜色 因为年花童子 也可以争议 也可以降服 也可以敬爱 通通都可以的 这个笑话好像是讲过了 买了一台 才可以自动侦测 寻找垃圾的 扫地的机器人 机器人现在有的时候叫AI 有的时候叫LOBA LOBA 英文 LOBA LOBA很好记 我都记LOBA 厨房主都在笑 LOBA就是机器人 没想到哪回家以后 把机器人 把机器打开 移动以后 这个机器人 老是跟着主人走 这个主人走到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 原来这个主人 主人是炸男 就是垃圾 主人本身就是垃圾 这个好像也是讲过的 今天去上健身课 我就问教练 用哪个器材 能够让女生 对我产生好感 教练指着外面讲 门口那台 ATM 用那个机器 有一天 妈妈对 这个很胖的姐姐讲 该你去洗澡 这很胖的姐姐说好 很胖的这个姐姐 进了一室又出来 接着跟妈妈讲 洗澡水没放好 只放了半桶 这时候啊 这个小民弟弟就讲了 没关系啊 你只要一坐下去就满了 我记得有一个这个 物理学有一个阿基米德眼里 阿基米德 他就是在洗澡的时候 想出这个道理出来 知道阿基米德眼里吗 有两个李明星在斗嘴 A的李明星很骄傲的讲 我在台上唱歌的时候 台下的观众 丢上来的花 都可以让我开一间花店 哇 这个是真的很荣耀 这个B的李明星也不甘示弱 那有什么了不起呢 我在台上唱歌的时候啊 台下观众 丢上来的装块 都可以让我盖一间房子 都可以让我盖一间房子 丢上来的装块 可以盖一间房子 也不错 我们进入主题 马来西亚 莲花欢明问的 尊贵的师尊你好 好 自师尊佛安 希望请教师尊一些问题 两个问题吧 那一间问题 师尊在讲 心经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时 开示道 射跟空 是不恶的 而不是两个东西 一切的存在 全部从空里面 来的 所以一切的存在 也会走向空 这就是四句 射不亦空 空不亦射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的解释 然而 师尊也提到 西方极乐世界 是无量光 无量寿 于弟子的理解是 西方极乐世界 是阿弥陀佛 梵化出来的净土 是化成 将其类归于色 或许这个归类 至少应用在 凡圣同居土 根据心经的解释 射是否也会 走向空呢 如果是的话 为什么还能 拥有无量光 跟无量寿呢 无量光 无量寿 是阿弥陀佛身上的 也是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的众生 在修持成就以后 他一样有无量光 无量寿 阿弥陀佛的净土 当然 按照这个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十六观 十六种观想 无量寿 无量寿 还有阿弥陀佛经 提到的 没有错 西方极乐世界 是幻化出来的 所有的净土 都是幻化出来的 这个在《维谋结经》里面 有讲到 当你成就了佛 你自己修行 你修三十七道品 就是四念处 四正勤 四神足 五根 五立 七菩提 八正道 成就以后 你会有无量光 无量寿 那环圣同居徒 就是有环夫在里面 也有佛在里面 我们这个沙佛世界 人间 叫做杂居土 这个沙佛世界也有佛 释迦摩尼佛 不是以前也住过沙佛世界 所以也有佛 无量诸佛 多宝佛 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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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弥勒佛 阿出佛 阿弥陀佛 都住过沙佛世界 所以我们有沙佛世界 有沙佛世界 但等于也没有沙佛世界 沙佛世界也是一个话图 以后会再讲得更清楚一点 拥有无量光跟无量寿 那就是阿弥陀佛 当然 你有阿弥陀佛 他在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净土 他在的话 那里当然会有无量光 也会有无量寿 但不是你画出来的 是阿弥陀佛画出来的 西方极乐世界 有无量光 有无量寿 那是阿弥陀佛画出来的 你如果成就了阿弥陀佛 你一样有无量光 无量寿 所以这个叫做 见佛了生死 如佛度一切 这生死就可以了了 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忽用忧愁不成佛 你已经看到佛了 那你看到佛了 你听到和雅音 和雅天音 你会自动的念佛 念法念生 而且修行三十七道品 所以你将来一定成佛的 成佛就有无量光 无量寿 这个就是 拥有无量光 跟无量寿的原因 你不要以为 那个光是放化出来的 或者无量寿 是放化出来的 不是 那是阿弥陀佛本身的 无量光 也是阿弥陀佛 无量寿 也是阿弥陀佛的 另一个称呼 第二个问题 我们修行金刚菩萨法 会念诵花菩提心闻 弟子莲花洞洞 从此归一 根本上师三宝 直至菩提永不退转 所有大小各善 细肥师众生 素成活道 弟子的问题在以 所有大小各善 细肥师众生 素成活道 为什么我们需要将 大小各种善行 肥师给众生 以助于我们自己 快速修成活道呢 我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在撒脱世界 有一个名称叫做无作 无作 无作的意思就是讲说 我们没有祈求什么 但是为了你自己 其实也不应该为自己 为众生 在撒脱世界真正的行责 是为众生 为众生 你就回向给众生 他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需要跟大小各种善行 回师给众生 因为你回师给自己 就是有作 你为了自己 那如果是菩萨 他是回师给众生 从来不为自己的 为了自己就是 是凡夫俗子 为了众生 才是圣人 所以这个才叫做菩萨 你要成就菩萨 你一定要大小善行 其实也不用说善行 总之你在修法回向 就回向给众生 不回向给自己 这个就是菩萨 我们讲说无相 无相 无作 无为 无作 就是说不为自己 我不是为自己 我做的都是无作 就是不为自己 不是自己造作 故意要这样子做 让自己的这个佛果 或者菩萨的果提升 不是 反正你帮助众生 你就是回向给众生 这个呢 这可以让自己 快速修成佛道 那你如果回向给自己 那是你自私的行为 你怎么会成为佛道呢 不可能啦 你都是很自私的嘛 人都是自私的 人本身都是很自私的 因为是环夫嘛 他认不清楚 这个世界本身是幻化的 你不能够得到什么 所以你当然 回向给所有的众生 早一点成佛 那你也可以成佛 自然而然 你就成就自己 这样了解吗 这样了解吗 解脱的方法 我们讲的有一个 第一依空解脱 第一依空解脱 一个是无相解脱 无相解脱 因为无相 所以你才解脱 第一依空解脱 再来就是这个 什么 无作也可以解脱 有三种解脱 解脱的方法 空当然是解脱 第一依空 空还有无相 我看不懂这个笑话 但是呢 他这个笑话 不知道你们看得懂 看不懂 去拜访一个客户 坐电梯下楼 门一开 右边站走一位美女 她的身后站走一群男的 左边是空的 心里想 这些猪哥啊 用不着 全部站在右边吧 门刚好关上 我好奇的 看了那个美女一眼 天啊 那个美女穿的 连衣裙 拉链 没有拉上 结果 他自己的腿 不由自主的 就走到右边 我承认 我是猪哥 奇怪 连衣裙 拉链 没拉上 什么意思 那为什么很多男生都站在他呢 他那一边 看他的背后 看他的背后 拉链没有拉上去 是这样吗 为什么一定要站在他后面呢 后面才看得到 后面才看得到 拉链在后面 哦 原来是这样 算我 算我比较笨一点 我只有 听过一个笑话 是这样子 一个先生回家以后 这个脸上有两个耳光 右边一个耳光 左边一个耳光 太太就问了 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有两个耳光 红红的 这样子 这边也一个 这边一个 先生就讲了 他说我是老实人 今天坐公车回来的时候 我的前面 有一个美女 他这个胸前的拉链 拉得很低 刚好很紧 他的鼻子都快要碰到他的胸部 所以他就好意把他拉起来 所以那个女的就打他一个耳光 结果他觉得说 哎呀 一定我做错了 又把他的拉链给他拉下来 又被打一个耳光 所以那两个耳光就是这样子 这个耳光就是这样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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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卖水果的小贩 把一个西瓜卖给一位小姐 便是向她保证 西瓜很熟了 很甜 当这个小姐骑车回家时 这个机车打滑 西瓜就掉到地上 裂开了 她惊讶地看到西瓜 果肉是淡粉红色 根本不熟 所以她回头找小贩 要求退货 小贩却回说 人从车上掉下来 脸都会吓得苍白 何况是西瓜 有笑话 老婆把钱管得很简 家中有个保险箱 密码只有她知道 有一天我急着用钱 向老婆开口 老婆答应 我问密码是多少 老婆讲 我们出文的那一天 我没有敢再问 只好向我的朋友先借 谁记得出文是哪一天 好啦 我们讲文摩节经 文书师利 问极品 第五 文字师利 已经 接到了 释迦牟尼佛的旨意 要他去问 去问极 就是说去看 维摩节 那他已经答应了 一是众中诸菩萨 大弟子 师翻四天王等 寒作四面 这个时候 在所有法会当中 有很多的菩萨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另外 施 就是施提横音 就是刀利通 刀利天的天主 刀利天的天主 饭 就是大凡天王 叫凡天 还有四天王 就是四大天王 多文天 真长天 广牟天 慈国天 四个天王 还有很多很多的天人 读作四面 都是这样子想的 今天 文书师利 跟维摩节 两个见面 一定是非常的精彩 就是讲说 他们两个菩萨 两个大菩萨 文书师利菩萨 跟维摩节大菩萨 两个要见面 两个见面一定会谈话 必说妙法 一定会讲出很微妙的法 这个时候 有八千个菩萨 跟五百个僧文 另外还有百千的天人 数百数千的天人 天上的天人 像这个 实体恒因 跟这个大凡天王 都是天上的天人 四天王也是天上的天人 多愿意跟着文之势利菩萨 跟所有诸菩萨大弟子众 及诸天人 恭敬围绕 入碧亚里大城 全部都去了 我那时候我在想这件事情 谁的房子有那么大 一亚里大城 当然可以容下了 这个数百数千数万的人 几万万人都可以容得下 这维摩杰的家 能够容下那么多人 虽然他是很有钱 维摩杰是很有钱 维摩杰当初 当初在碧亚里大城里面 他是等于首富 里面香港有一个首富在半山 他的房豪宅有多大 那叫什么名字 李嘉诚 好像不是李嘉诚 半山 有一个很有钱的 他房子豪宅很大 叫什么名字 不是李嘉诚 你敢清楚一点 对好像是这个人 他说在香港最大的房子 不是李嘉诚 李嘉诚是有钱 但他没有住那么大的房子 另外刚刚你们讲的那个人 他住李肇基 对他说他的房子很大 我在 我去过半山 去过那个 那个雷金明的 雷金明住的地方 他的房子已经很大 他在半山 以前我去香港的时候 雷太都是用开那个楼室来 债我的 我去过他的那个房子 也是很大 在半山 世界中 2023年 李嘉诚 低首富 他是低 他是首富没有错 但是房子最大的 是讲房子 现在是讲房子 不是讲首富 对不对 他到现在还是首富 他还是首富 但那个豪宅也是听说很大 当然那个荣纳几百人 几千人可以 几万人 然后西洋 吓死了 全部进到碧亚里大城 然后 去到维摩姐的家 我在想 维摩姐的家 维摩姐的家有那么大吗 维摩姐 这是八千菩萨 五百僧文 百千天人 好像百千天人都是 他是 都是 幻生嘛 他可以变得这么小 那就可以容纳很多 他其中也有 也有变化 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变化 在维摩姐经里面 这个时候 长老维摩姐 他心里在想 今天有文殊师利菩萨 一大众聚来 他就知道了 文殊师利菩萨 当然维摩姐也知道 还有 所有的大众 全部都来了 包括所有的天人 还有佛的 所有的弟子 释迦牟尼佛 所有的弟子 大家都想精彩的看一看 到底这两个 会讲些什么话 我告诉你 他讲的话 如果 没有悟到的人 根本听不出是什么话 这完全讲的 他们两个人 在对答当中 全部都是第一孔 都是第一 讲的都是真理 其他的都没有 这时候 长者 维摩姐 心里他一直在想 今天文殊师利 跟大众 通通都一起来 他马上用神通的利 把他的房间 变成空的 所有的家具 通通都移走 通通没有 除去所有 集诸事者 把所有的东西 全部除掉 家具 全部通通都移开 所有的事者 全部都不见 只有剩下一个床 他就卧在这个床上 以疾而卧 就像生病一样 躺在这个床上 就剩下这样 文殊师利 进到他的房间里面 见其是空 五诸所有 独秦 一床 看到他的室内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床 他一个人躺在那里 文殊师利进去 看到这样子 也不讲话 为什么不讲话呢 因为只要一开口 就会被围魔戒 抓到毛病 开口计乖啊 开口就计乖 所以他也不讲话 他要等 他要等 维魔戒讲话 维魔戒 他只要讲话了 这个时候 维魔戒就讲了 善来文之师利 不来向而来 不见向而见 什么东东啊 善来 释迦牟 我经常这样子讲 对弟子讲 善来 比丘 很好的 欢迎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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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殊师利 文殊师利 菩萨 不来向而来 不见向而见 什么意思啊 不来向而来 不见向而见 不来向而来 不见向而见 我们以前 台湾有个广青老和尚 他讲了一句话 无来 无弃 无什么事 他临终的时候 就讲这一句话 无来无弃 什么事也没有 这是悟道的话 这是悟道话 这个不来向而来 不见向而见 这是悟道的话 也就是残疾 什么是残疾 这个疾很饿了 就叫残疾 所以不来而来 不见而见 不要把相 把它丢掉 不来而来 不见而见 你根本就没有来 但是你来了 你根本没有见 我们两个根本没有见 但是你见了 只是表示 又是空又是有 不来而来 本来 你来了 就等于没有来 你看到了 就等于没有看到 事实上 这沙佛世界 也是这样子的 沙佛世界 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根本没有来期 我们本身在沙佛世界 也是无来无去 过去的你在哪里 没有啊 你哪里有过去 你说 好了 师尊已经快八十了 八十年前 你卢圣宴在哪里 没有啊 这八十年中间 是有了 是有一个卢圣宴 过了八十以后 说不定哪一年 你又没有了 那你到底有没有来 没有来 没有去啊 只是这中间 有而已 其他时间都没有 都没有你啊 地球上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好争的 我看现在在选总统 我争得好厉害 这世界上只有三个东西 很迷人 一个是财 一个是赦 一个是民 现在选总统就是民啊 争得要命 像台湾在选举 争得就是一个正的 一个负的 两个都不拉 那就是民啊 一个民啊 那你每天在生活 上班下班 做什么 是财啊 那社呢 你当然啊 要装扮得很漂亮啊 但是有一天啊 你这个社会不见啊 所以根本没有什么美跟丑 你根本就不见了 怎么会有美跟丑呢 钱也一样啊 你钱都不见了 你还有什么富豪不富豪 有一天啊 你名也不见啊 到现在还有几个人在谈孔子 孔夫子 还有几个 这个中国的历史里面很多的伟人 你记得几个 全世界上 这个几百个国家 你记得哪几个总统 没有 那名都会不见的 所以财色名 你迷他 你就是凡夫俗子 你能够悟到了 你就知道什么叫 不来向而来 不见向而见 你不来而来 你本来就 文族斯利亚 你本来就在 虚空的 你本来是不来的 你现在来了 就不来而来 你本来在虚空中 何必来见呢 那你现在来看我 就是不见而见 维某姐第一句话 就是这样子讲 不来而来 不见而见 这只有文族斯利菩萨 他听得懂这句话 一个是空 一个是有 空跟有 空跟有 这是 这个叫做残疾 看文族斯利怎么回答 文族斯利要怎么打 他一定要对得上 文族斯利言 如是 即是 就是这样啊 若来 已更不来 若去 已更不去 文族斯利 他就会打 就是要这样子打 若来 已更不来 我来了 我来了就等于没有来 我去了 也就等于没有去 我来就等于没有来 我去了就等于没有去 然后文族斯利 文族斯利还要解释 为什么是这样呢 所以则和 来则无所从来 弃则无所 无所至 所 可见则更不可见 这就是文族斯利 这就是文族斯利的解释 来无所从来 我来到你这里 就等于是 没有从哪个地方来 我本来就是在虚空之中 本来就没有 来不来都是一样的 去则无所至 我去了 也是无所不在 我去了也是无所不在的 所可见则更不可见 我虽然看到你 但是这个看也等于没有看到 这就是文族斯利的回答 所谓两个高手过招 这叫做高手过招 他们懂得真理的 懂得第一翼空的 就是这样子高手过招 以下还有很多 都是高手过招 如果你不明白 有跟空的道理 有只是暂时的犯向 空才是真实意 你正得到空 你正得到空的话 你证明了空 你进入了空境 你就不会有什么指导 有指导是因为 你没有空掉自己 他总以为 这个变来变去 这世界变来变去 有会变成没有 没有会变成有 变来变去的 以后都会再来这一段 统统都会提到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来者无所从来 弃者无所知 所可见者更不可见 这样我解释 大家明白吗 没有一样东西是实在 在沙佛世界 你所看到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实在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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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